HELLO 大家好,看看今個禮拜有什麼創業新聞呢? 麻煩你喵喵喵 夾公仔贏獎品隨時野官非 忽略者見事,飯局抽獎或犯法 上集我們提到,舉辦抽獎活動員來帶有學問 有些常見的抽獎遊戲,有機會跌入賭博範疇 參與者可隨時伸陷領域 在香港,組織或經營涉及博彩的有獎娛樂遊戲 包括抽獎、任何以金錢或其他財產作獎品的競賽等 均受到賭博條例監管 主辦單位必須獲發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 或根據營運情況額外申領有獎娛樂遊戲牌照 否則有關博彩活動乃屬違法 有獎娛樂遊戲牌照的其中一項規定 是舉辦有獎娛樂遊戲的處所,必須領有公眾娛樂場所條例下的相關牌照 以確保有關持牌處所符合相關安全要求,保障公眾安全 近年有甲公仔店提供一些高價值商品 例如iPhone、並牌飾物、貴價耳機甚至現金券作招來 玩家每次付出10元8塊,就有機會以小博大、顯然干犯賭博條例 據牌照規定,任何人士就一個中獎機會付出的款項不得超過港幣5元 持牌人亦不得提供現金獎、分法或提供的個別獎品 價值亦不得超過300元 為例人士經檢疫程序定罪,可被罰500萬及監禁二年 愚秦公訴程序定罪,則最高罰款500萬及監禁七年 顧客亦有機會被控參與非法賭博,最高可判罰款3萬及監禁九個月 在此奉勸各位,便宜莫探 提到抽獎,許多公司在周年晚會、春冥活動進行抽獎環節座慶 這又是否涉及賭博?是否需要領牌呢? 根據賭博條例,約賭博活動在私人場所內進行 而且並非以生意或業務的形式經營 即時說,主辦單位並非以盈利為目的 活動屬朋友間的灑落,該抽獎遊戲可被視為合法 但必須注意,在法律的定義上 私人物業並不代表不屬於公眾地方 假如該私人物業容許公眾人士不時出入 例如食肆、商場、戲院等 該私人物業都有機會符合成為公眾地方的定義 而賭博條例相關規定,就會適用於主辦單位之上 若對於場地出入控制傳移 主辦單位應小心考慮是否需要領取相關競賽牌照 以及接受牌照規定,以免誤墮髮網 樂易生悲 好,今天先看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